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Tara Talk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晏勇 我们今天很荣幸能请到我们的讲者 卢毅 这是一个蛮特别的领域 因为我们大部分Tara的Talk 都是以物质科学或是理工为主 但是今天我们请到了卢毅来给我们讲的题目是 关于著作权在streaming的讨论 A comparison of the US and the Europe regimes Understanding Streaming and Copyright 卢毅目前是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班候选人 主攻领域是智慧财产权的法律 还有反托拉斯与经济分析 同时在学校期间也担任2H Online Store的法律顾问 他现在在就读博士班 他在博士班之前 他曾经在美商温斯顿本国及外国法律事务所实习 负责分析台湾客户以及非专利 实施个体在美国东德州法院的专利诉讼 此外他对于创业家精神也很有兴趣 所以他加入中华创业家跨界交流协会担任理事 然后并定期透过举办会议和座谈会 在台湾推广创业家精神 那在来美国之前 他是在 sorry 我刚刚喝咳了 现在也想打嗝 在国立政治大学 获得了法律系的法学士的学位 还有智慧财产商学士的硕士学位 在校期间代表台湾参与德国国际商务对话 与哈佛亚洲纪国际关系会议 然后他在给我的报道上还有一个很帅的照片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要 但是现在大家也看不到 好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欢迎 那个如意来给我们讲他今天的题目 哦对 然后在鼓掌的时候 大家尽量把麦克风打开 听起来才会有很多人的感觉 那我们就欢迎他 好啦好啦 虽然好像听起来只有一个没关系 但也很开心 然后欢迎大家来听 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这样子 那如果你对Copyright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这个领域是 我觉得是大家是会想关注的 就是所谓的线上串流 那这个串流包含我们现在使用的服务 也是属于串流服务 那个范围 保护的范围一环啦 那大家可能现在 其实串流服务改变人类的影视习惯很多 包含现在大家所知道的就是YouTube啊 Hulu啊这些 我觉得这个都是算Streaming 还有Netflix 这些东西都是算是Streaming里面的东西 那我今天跟大家想分享的就是说Streaming在这个著作权里面 它所发生的争议 那尤其是在美国跟欧洲啦 OK那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outline这样子 那我会跟大家简单的分享 就是因为今天这个powerpoint呢 它是我在法学院的seminar所分享的 所以内容可能会给大家感觉有点深 所以第一就是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随时打断我问 那第二就是说 我因为斟酌大家的状态 所以我不会讲的 每一个环节我会讲不会那么深这样子 那如果你有一些更细节的问题想知道的话 可以私底下问我 或是你留言问我都可以这样子 那今天我就是大概讲说 这个是我今天的演讲的顺序 第一我可能会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研究 那我其实我怎么做 接下来我会比较从一点点的技术面 可是这个技术面不是像理工哥那样子所谓很多数据什么的 那我只简单讲一下Streaming Surface 它的背后的后台的架构是长什么样子 那第四就是我会拿一些欧洲跟美国的一些 跟Streaming相关的Case然后做比较 所以我会从这比较中发现到一些 我可以说企业里面或是说如果未来的企业想要做这件事情 他们常常会忽略哪些事情 然后我会给希望说提出一些建议 那在场的听企业如果以后有兴趣在这一块领域做呢 也可以互访听一听然后参考一下我的想法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线上串流服务很多嘛 包含有纯粹音乐的 也有纯粹影片的或是影音的或是专门其他新闻的 那大家所知道可能就是Amazon、Spotify、Hulu这些或是Netflix 我刚刚提到 那这个是比较后面起来的 那传统的媒体除了做无线电视之外 它现在也跳进来做Streaming 比方说NBC、ABC这些 其实他们也积极的跳进来做这件事情 OK 那再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关注Streaming这件事情 就是右下角有一个名字 就是Cleaning Perkins 这是美国矽谷很著名的创投之一 专门是投所谓的网路业或是网路创业 然后他在今年年初春季的时候 他公布了一个研究的报告 就是显示说消费者在使用的 使用网路这个行为上面 还有就是企业在投资这上面 刚好会形成一个很好玩的交叉点 就是这个是显示从企业投资的角度 就是企业投资上面过往 其实都是投放在传统媒体 比方说电视或是说大平面面板 这个都大平面 就是说外面的那种广告投放是比较多的 OK 但是今年年 今年他这边的这个数据显示是说 今年的年底会 网路的投放的投资金额会超越 所谓的传统的媒体的投放金额 这显示什么 就是企业其实慢慢的开始转移 他在广告或者在行销的预算上面 他会慢慢从传统媒体 转到所谓的网路上面去 那今年就是达到一个交叉 今年年底就会达到一个交叉点 网路的投资量投放量会超越所谓的传统媒体的投放量 OK 那这造成这样子的投放的原因 其实他跟 不好意思 就是说先讲这个企业投放 然后再来就是说 再看一个从市场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画面上面就是说 2017年在预估这个市场的时候 现在这个报告是从McKenzie 是一个知名管顾公司 就是McKenzie 他去预测就是说 这个streaming 他在从消费者的消费的量来看 2017年跟2014年的相差比 其实你看他的年均成长率 还是在持续上升 OK 那如果大家看到 就是说北美市场 跟就是最上面的 Nord America 跟Western Europe 跟Central Eastern Europe 这两个三个数字加在一起 在2017年 其实还是占全部的数字的 大概也有四分之一到四分之 就接近一半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 比较欧洲跟美国的制度 OK 这是从人均消费的角度来看 所以从 刚刚就是说 企业的角度说 他今天投资 慢慢变多 然后到人均消费 而 这变大 而且然后 这个市场的区域 还是仍然集中在北美跟欧洲市场 那 这就是造成我为什么会想去研究的 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说我会focus在美国跟欧洲市场这样子 OK 那 接下来呢 我就会去进入到我核心这个研究的东西 首先就是关于 它的结构部分 OK Streaming 的结构其实主要分三块 一块就是刚刚最左边的aggregation OK 那aggregation就是说 我基本上 如果Streaming 的结构是 如果用电视来比喻的话 其实Streaming 其实它改变的只是让 Streaming 的讯号 变从 无线电或者是有线这个方面 变到网路 OK 讲简单一点是这样 但它从后台里面的结构 其实是有分三段的 第一段是aggregation aggregation就是它让原来 其实还是原来从电视 或者是那些大的媒体商 OK 创造出一些内容之后 这些Streaming 就会把这些讯号收集起来 然后收集起来之后 就会放到云端上面去 OK 这云端上面的储存格式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过 就是所谓的MP4 OK 那这个 它把这个储存的过程 它会有压缩 OK 压缩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让原来的这种无线电 或者是这种有线的讯号 变成所谓的云端储存的格式 OK 从讯号变格式这样 OK 这个格式下面就是MP4 它可以让 让那个在Streaming的过程当中 就是在网路播放过程中 它会 它是相对比较平稳的格式 OK 那它也是一种 一直在演进的技术标准 所以也许过了几年之后 它已经不会实在是MP4 它搞不好是更快 更流畅 OK 因为现在可能大家有时候还是会 当然网路的媒体上面会lag 可能有很多原因 那储存格式是其中一环 很重要 那MP4就是在储存的第二阶段 就变成在Streaming整个结构里面 就是在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样子 OK 那储存之后呢 就是去发送 OK 所以其实发送的部分中 它当然也会从储存格式转换成 发送的格式 OK 那发送的格式就是 这个我就不细讲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网路上查说 什么叫HLS 什么是MPG Dash 什么是Smooth Streaming 这些所谓技术的名词这样子 那基本上它是从储存的格式转换成发送的格式 中间有一个东西叫做Streaming Endpoint OK 那Streaming Endpoint的这个东西其实 是一个中进 有点像是中书的概念 就是说从储存转换成发送的时候 透过Streaming Endpoint 可以让后端的这些消费者 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 不会有那种所谓的落差感 OK 所以这就是Streaming它主要的结构 我让原来的讯号 然后转换成储存格式 然后再发送出去 这个过程当中是流畅 OK 但它中间有一个储存 以及所谓的聚集的功能 聚集的这个程序 那问题点就会出现在 最前面的部分 就是聚集 那到底这个 为什么聚集会是一个 常常在Streaming 里面会有的问题呢 那就回到这个Paper本身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 好 就是那个张晏平还有个问题 关于这一页 就是Streaming 的特色就是说 它可以把资料存在云端 然后有一个distribution 那你今天又提到说 你要focus在 以地区为主 就是说美国欧洲这样来study 可是如果今天你可以想象说 有一个人在亚洲 然后他 somehow可以用VPN或怎么样 去看Netflix的data在 不是亚洲的区域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应该要focus在哪个地区的法律的讨论 还是说本身要怎么定义区域这个想法 这个问题挺有趣的 OK 如果就我的角度 就我的角度 就是说如果储存是在别的国家 但是如果就法律面来看的话 就是你告他总是要选择一个国家 是吧 就是你告他总是要选择一个国家 那今天如果储存是在别的国家的话 可是你假设你储存是在台湾好了 OK 可是你告他在美国 这个问题是会出现在证据收集的问题 反而不是说法律上面会有什么 就是你可以告别人 但是说你如果储存的东西在国外 那他就会有证据收集的问题 所谓证据收集的问题就是说 就比方说我们之前 大家可能比较听过 很有名的案子 就是Mega Upload被美国下架这样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Mega Upload这个案子 OK就是Mega Upload就是一个网路分享的 有点像P2P档案分享 很像之前的Grox的 然后他在美国的时候被下架之后 就是他把制服器搬到澳洲去 那你美国就抓不到啦 你懂的是吧 就是美国没有那个权限去抓他了 那能抓他就只有澳洲这样子 所以那个是Mega Upload 那streaming的话 他比较麻 比较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点是 他aggregation这个部分 就是等一下我要讲 就是aggregation的部分 他有时候他会收集 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去收集讯号 我大概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因为这问题挺有趣的 我不知道就我对他的问题的理解 我的问题有被回答到 可是我不知道他现在觉得怎么样 我看一下 他说有 OK 好谢谢 我猜后面会讲更多啦 对吧 对 因为这个是可能比较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有趣的 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把它放到别的国家的话 我顺便说一下 这个结构其实是欧洲跟美国都一样 OK 那可是他在不同的区域里面 他会有不同的用技术的限制 就是刚刚提问者所提到的 就是说我在distribution这边 他可以去限制说 我不要让 我不要 比较说我现在在美国 可以不要让亚洲的人看到 OK 这个是根据合约里面所规定的 就是说如果 合约是来自于 最前端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媒体商 他会去规定说 你下游的人 如果比方说下游就是像streaming这些 你要去播放我的媒体可以 那我要有地域上的限制 OK 那你如果没有做 那你就违反合约 那就是另外的问题 OK 应该是希望有回答到 好 那 接下来就是比较稍微深色一点 就是进到法律的部分 那我抓 跟大家聊的这两个案子 一个是 我觉得 在copyright的 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第一个案子是大家一定会知道 就是ABC去告Ario Ario这家公司已经倒了 就是因为这个案子的关系 然后隔了半年之后 Fox又告Dish Network OK Dish Network 我觉得大家如果人都在美国 一定听过他的东西 OK 那到底他们两个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OK 第一就是说 ABC告Ario的点在于 Ario他这家公司呢 他之前还活着的时候 就是我强调因为他不在了 之前活着的时候呢 他提供一个很厉害的服务 就是他 他在网络上开了一个平台 然后每个消费者 只要每个月 交给他12块钱美金 然后你就可以 交了12块钱美金之后呢 你可以在里面选择 你要的一些频道 选完这些频道之后呢 Ario就会 Ario就会根据你所选的这些选单 然后去抓讯号 OK 如果敏感一点的朋友 应该现在就已经听出来了 就是我去抓讯号 那请问Ario有没有给钱 给这些 Broadcaster呢 就是这些媒体商呢 没有 他就利用技术方法 把这些讯号抓过来 然后抓过来之后 然后就储存在自己的云端上面 然后储存云端之后 然后就发送给消费者 然后每个月收12块钱 那他就这样赚钱 那当然这件事情 很好笑的是 他好像是2013年的1月 就是起来这个服务 下一个月就被告了 因为这个违法的很明显 就是因为你完全没有付钱给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回到刚刚 就是aggregation这一段 因为你讯号的收取的来源 根本就是不合法的 你根本没有给钱给这些媒体商 那当然这些媒体商会气而跳脚 因为他一毛钱都拿不到 然后你的客户 交给钱给Aerio Aerio都没有分钱给他们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OK 所以这个案子呢 就这样子 打得如火如土 那就这样打到 一路打到了联邦行为上诉法院去 OK 好 这个是我稍微秀一下 这个他背后的法律 那大家如果我耳送 大家应该都不是法律的 所以我就不讲了 OK 这个其实就是他们违反的法规制 OK 就是说 著作权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权利 就是公开传输 或是公开播映 OK 那这个前面这个broadcaster 就是说媒体商他告的名义 就是说 你今天没有经过我的授权 然后去偷我的讯号 然后去播放 所以违反我的公开播 播映跟公开播送的权利 这样子 OK 好 所以 然后 我简单说明一下 因为大部分的人应该在这里 应该不太知道说 美国法律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 美国法律的状态 跟台湾的宪法法庭 有点类似 但是呢 他这边是可以用个案处理的 OK 那美国联邦的巡回上诉法院 他一年只会收不到50个案子 OK 很少 它是一个阶层的概念 那巡回上诉 不是巡回上诉 联邦最高法院 他接收这个案子 一定是会有 很严重的法律解释的问题 才会接收 这是第一点 OK 那第二点就是说 他在判断的时候 常常常都会拿立法历史去做 OK 去做解释 这样子 那他有可能会解释错 等一下我们来看 那第三点就是说 联邦最高法院 他会有所谓的 majority opinion 跟所谓的 dissenting opinion 那我今天只会介绍 majority opinion 因为我觉得探讨太深了 大家也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一时无法接受 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的所谓的那个多数意见 OK 因为美国他是一个满 在法律里面 他是一个非常开放 不能说开放 非常鼓励不同意见 去做辩论的一个制度 所以他会允许说 美国最高联邦最高法院 里面他会有所谓的多数意见 多数意见 以及少数意见的并存 因为他们都是一种意见 OK 那谁对谁错不一定 因为他们只是站着一个标 站在一个投票的结果而已 但是投票结果不代表说 他们意见是对的 OK 所以我大概解释一下 美国法律制度 因为在场 可能有很多不是学法律的 所以我解释一下 美国联邦法院他的状态 所以他会有分所谓的 多数意见跟少数意见 那现在画面上看到 就是多数意见 他们在判断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们的逻辑顺序是什么 第一就是他把 他挖出之前 美国有两次诸作权法修法 一次是1906年 一次是1976年 1976年修法 他把前面 他把这个所谓Cable TV 放进修法里面 OK 第一点就让人觉得很奇怪了 OK 就是法官他认为 他竟然把Cable这件事情 大家听清楚Cable是什么 HBO OK 就是他把HBO跟Ariel这件事情 就是线上串流做比拟 其实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很诡异的过程 因为 怎么会去拿HBO去跟Ariel做比拟呢 对啊 所以这第一点就让人觉得很怀疑了 但是他就这么做了 OK 那 HBO呢 它是1970年代出来 70吧 还是80 我点忘了 就是它是从所谓的Cable TV Cable TV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所知道的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的签约方法 就是我 以前是打电话啦 那现在可能网路登记就好 或是怎么样 那打电话过去到HBO 然后他会跟你签约 然后就签那个电缆线嘛 OK 那1976年呢 其实发生这两个案子 这两案子就是 一个叫Fortnite 一个是Teleprompter 这两案子 这两案子 它说Cable TV它是 它不是属于 就不是哦 不是属于所谓的 我们前面讲的公开传输 跟公开播音 OK 然后呢 可是在1976年修法的时候 他竟然把这两个案子 就是狠狠打得两巴掌 因为这两案子是联邦 最高法院的案子 基本上应该 国会是要尊重 可是国会没有尊重 国会不管 就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他就说 这个像HBO 或是像其他的Cable TV 他们是 他们的传输的状态 是属于公开传输 OK 所以这个是 有一点点立法历史 而的确这个也就出现在 这个多数意见里面 他就是 那最高法院的法官 就拿这个 立法的 这个历史跟目的来做解释 他就说啦 今年你Ario的经营模式 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 前面这个 这个经营模式 跟所谓的有线电视的经营 很类似 很类似的点在哪里呢 他就说第一 他说有线电视跟Ario 都可以选台 OK 他说都可以选台 然后说 他们都只要打开电视机 然后一个是打开电视机 一个是打开电脑 OK 就这样子 就是他们 第一个比的很像的地方 OK 那第二个点就是说 他 那那个Ario 他会去抗辩 就是说 不对啊 你这个根本跟 那个有线电视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我今天有线电视 他可能是牵线 然后一条线 可以同时在 一个公寓里面 大家一起看 所以你说 这是公开传输 我承认 可是你今天 Ario 我的状态是什么 我每个人登录密码 账号密码 然后选台 我的选台跟你的选台 不一样 就好像说 大家在场在这里 我今天我有登录Ario 我喜欢看的 跟你喜欢看的 我不一样 我的选台的结果 跟你的结果也不同 那这个东西 怎么可能叫公开传输呢 公开哦 因为一定要公开传输哦 这个根本不属于公开嘛 可是 大法官就很任性 OK 他就认为说 没有 你这个只是一个过程 所谓就是公开 就是你只一个传输的过程 你最后还是很多人 在一起看 他就不认 他就认为说 我今天 Cable也是一条线一条线去签 你Ario也是一个人 一个人一个人去登录 那一个人一个人去登录 跟一条线一条线去签 结论是一样 都是很 结论是什么 就是很多人都可以看到 同一部影片 比方说 如果我十个人去登录 然后 我就可以 对Ario的客户来讲 就有十个人去看到 然后大法官就认为说 你这个跟Cable是一样 那Cable 在1976年修法 就认为是公开 公开传输跟公开播音 所以他认为 他认为Cable TV跟Ario 这个所谓 streaming的模式是一样的 OK 所以结论就是 他们两个一样 因为他们两个一样 所以第一 我们1976年修法 就说你这个违法 对修法 我认为这个是公开传输 然后你没有经过授权 所以就违法 所以结论是这样子 OK 那不知道大家听完 有没有问题 就在我先停一下 因为这边很重要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但是问题可能比较像是 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说 HBO比如说 他要播一个什么电影好了 他可以去跟 比如说21世纪 或者是跟Fox 买那个电影的版权 他是 不管他有没有 去付那个钱去买 他知道他的对象是什么 可是我没有用过Ario 所以我不知道 他是像一样吗 比如说我要听 Justin Bieber的专辑 我知道我在 collect什么data 还是说 他有点像是PyraBay一样 他就是放在那边 给别人乱用 他是被动 我想一下怎么回答 就是 因为他不在 其实我也没使用过 因为他已经被shut down 那我的理解是 他其实就是有点像一站式服务的概念 我不知道这样讲 就是说你登录之后 他就是他一开始 有点像是Wix 我不知道这样形容 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在使用Wix 做网站的时候 他就是可能一开始 给你一些选单 那你就勾一勾 勾一勾 他就自动帮你做了 就是Wix他最近的这个功能 我觉得他有点像是这个 他的服务有点像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今天登录之后 然后我只要选择有 我喜欢看的节目 他就会去抓这个讯号过来 这样子 就是他会主动的把这个讯号抓过来 那你就可以看了 就是他的概念是这样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还是根据这个Ariel的使用方式 因为我也没有用过啦 对 但是我想要问的是说 他是说我进去之后勾一勾 然后他会给我一个 因为Wix是我勾一勾之后 他就给我看我的网页长什么样子 然后以后我的网页就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对 可是那Ariel是说我勾一勾之后 他就说 因为依照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喜好的这个问卷或什么之类的 我推荐你这个package 然后这就是我的package 还是说勾一勾之后 他就给我来一个shuffle 然后 randomly给我直接 那个画面就出来 然后就开始播 对 某一个电影了 因为如果是否则的话 那还真的蛮random 那我就很难想象他是 有多少那个用的人有多少的自主权 不这可以讨论啊 不过相对于第一种 因为第一种其实跟买不同的 cable的package其实很像啊 他只是多一个问卷在前面 那我觉得大法官这样做一个比你的话 我不会觉得很奇怪啊 对 这个是 就是你站在Ariel的角度啦 Ariel他是这么讲的 Ariel他就是这么讲 因为的确他的模式很像第一种 就是第一种就是说我勾勾 就是其实他的经营模式就是第一种 就是你刚刚讲的 诶? 哈啰? 我有再听 他其实勾的是 其实你刚刚讲的是 没有错 他是主于第一种 就是我 我选了之后 只会出现那些 讯号 就是他去抓讯号 他是根据你的喜好去抓讯号 OK 那抓了讯号之后 你只能看到那些你抓讯号的东西 OK 那 OK 对 所以他是属于这种 他很像 他的确是很像Cable 没有错 不过 他的争议点是 呃 好 我等一下可以讲 就是看你们能不能理解 我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吗 哪一个?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Cable TV 我是奇怪 不好意思 发露 就是啊 那个 听得到吗? 你可以大声一点吗? 不好意思 哦好 那个我可以再 你这样子听得清楚吗? 可以 好 我问你哦 就是之前好像今年六月的时候 Google被欧盟告 说他们在网络上面 就是提供了让他们的 呃 就是比较的 呃 Google的搜寻 搜寻的结果 会偏好Google的那个商家 就可能有Google钱 那这个也算是你 你现在在讲的这个范畴吗? 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 我们在使用Google 这个免费服务的时候 我们可能没有自觉到说 Google的这个搜寻引擎 其实已经是被动过手脚了 呃 我大概知道那个事情 那个事情是 呃 那个事情是 我同样在美国是 也有类似的法律 OK 可是那个法律 是不是规定在著作权法里面 它是规定在 它是规定在antitrust 呵呵 OK 就是 如果有兴趣可以私底下聊 因为这个东西它 牵扯到两个区域市场里面 不同 对于市场经济它有不同的解读 OK 就是 我不知道这样讲 有点 有点不太算是回答到问题 所以你讲的这个 Ariel他去抓 那个ABC的搜寻引擎 是因为他等于是 用非法的方式去取得别人 花钱去建立的东西 他是因为这样子违法 应该说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ABC告他 OK 就是说你去抓 不是抓搜寻引擎 是抓他的讯号 就是前面我们在技术里面这一段 就是 你去抓人家的讯号 可是这个讯号其实 在法律 在美国法律 它其实就算是公开传输的一部分 所以它是违法去取得这些讯号 因为这些讯号是要被授权的 就是说中间的传输的公司 是要付钱给这些媒体商的 而他没有付 所以他就被告 OK OK吗 对不起我可以跟着这个问题再问一下吗 这样会一直打断你吗 还是你要最后再一起回答 我也没关系 因为如果讲不完我就跳了 好就是关于琪琪刚刚那个问题 我的感觉是不一样 我的感觉是这两个问题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于 因为今天ABC告Ariel 比较是ABC生产 我这样想形容不少对不对 ABC生产产品 然后那个Ariel把它拿去卖 然后不给制造商钱 等于是我偷你的东西拿去卖免费了 然后我在获利 然后制造商都没有赚钱 所以制造商告这个中间人 可是Google那件事情比较是消费者的权益受损 在于说 消费者不知道自己在搜寻的时候 其实一直不停的被广告 然后潜在的可能就会影响消费行为 所以我等于是一直被 我的荷包一直被人家偷钱出去 所以比较是消费者受害 比较不是制造商受害 但那如果是这样去比较的话 这两个case其实不太一样 我的感觉 对我刚刚就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事情 就是这两个 就是后者它比较是那种市场经济 就是说Google那一个 因为Google它那个问题其实是 在欧盟那边我印象中 我印象中如果有记错的话 大家可以去Google再去看 那我印象中它的 它被告的点就是因为它 因为它在搜寻的技术上面 它是最强 那它最强的方面 结果它因为它当时02年 还03年的时候 它想要进军欧盟市场 可是很多人都抵制 OK所谓抵制的点就是说 我今天就是不想用你Google的这种 所谓的API或什么的 OK fine 然后结果Google它就用免费 我记得一开始它有两阶段策略 就是第一阶段就是让很多很多的那种 消费者或是中小型的厂商 就是不是原来的 就是欧洲也有类似Google的服务 OK 它现在的问题点就是说 类似像这些服务当地的服务商 他们根本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 Google进来之后去大量的用免费 来收买这些中盘商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广告的投放都使用Google 那Google就用这种方法 用商业的手段 不能说对或错 但它就是说你来的人都免费 然后跟我签约 可是跟我签约的代价是什么 都不要跟欧盟的 都不要跟不是欧盟 都不要跟欧盟本土的 搜寻引擎的公司合作 这是第一个点 然后就它都用合约去绑 这些中间商这样子 OK 然后导致就是这些 原来在欧洲市场起来的 类似搜寻引擎的公司 搜寻引擎的公司 那怎么办 结果Google它又在用使用第二招 就是说我今天就是把价格 可能用的很低 对 先用免费 然后再用放这个价格 再定价的时候 那比其他厂商都还来的低 那这样的话 然后第三招就是刚刚 其其说的就是我既然不让你消费者使用 最后就是我让大家都搜寻不到你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过分的 在Google在欧洲这件事 因为它为了想要占有 欧洲的全部的搜寻引擎的市场 然后就是用这种商业的手段 让所有其他类似像Google服务的人 都进不来 所以我会说这个东西是 因为在欧盟的处理的状态 跟美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之后可以细讲 就是如果有兴趣可以私底下跟我聊 因为欧盟在处理市场经济 跟美国在处理市场经济的态度是不同 非常清楚 那我还有一个隐身的问题 就是你刚刚讲到那个area 它被告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它去偷人家的那个 那个串流 对 那我想要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譬如说台湾 或者是中国 有那种网路电视 免费电影提供平台 然后他就是去抓 那个西方好莱坞的电影 然后就直接放在那个平台上面 让人家免费看 你研究的Case是属于那个样子 对 其实那个很好辩认 那个就是直接违法 但是 我的更细节一点 我的问题是说 像Ariel去抓人家的串流的平台 跟那种直接把电影放到那个平台 两种不同的Case 应该说 他们后面的这个机制很类似 但是在我的直觉上面来看 是类似的事情 就是你同样是没有缴钱 你同样信号还是被拿走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我的直觉判断是这样 我不知道这么快回答你可不可以 但是的确它需要是有一些比较严谨的分析 但是你现在我直接问我 是不是类似或是怎么样 但我个人的感觉是类似 我个人感觉 我个人感觉是类似 因为到 等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就是 欧洲有出现 就是因为今天是美国跟欧洲 欧洲也有出现类似的案子 但是不是出现在那种亚洲 就是说亚洲那种放上去 它是类似去抓讯号 然后是抓那种 不是抓讯号 就是说它给你提供一个东西 然后你可以下载一个套件 然后那个套件就可以让你去免费去看足球赛 这样 OK 那欧洲的法院就认为说 你这样还是没有付钱 你这样还是你让消费者去做出 促使消费者去创造这种违法的行为 或者产生违法的行为 你本身就侵权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案例 我很像 我觉得很像 跟你刚刚讲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 有回答到吗 非常清楚 OK 所以我要 还有问题吗 OK 所以 好没有问题 321没有 OK 所以 这个是所谓的那个 多数意见 OK 那 因为我在声明图里面有提 有提到就是 少数 不是少数意见 就是 算是少数意见吧 或是反对意见 那 我觉得就跳过了 因为 这个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私底下可以跟我聊 因为反对意见 其实 就是 其实在美国反而变成 后续的主流意见 OK 所以 这个私底下 如果有问题可以再问我 因为毕竟 大家可能比较希望 还是了解的是主流 不是主流 就是多数意见的状态 OK 再来就是我们看 这个 Dish Network 我觉得时间有点不够 那我们跳欧洲好了 可以这样吗 主持人 可以啊 不过其实 我们今天有稍微迟一点开始 所以 你大概可以自己 多讲多长期都可以 OK 不过看你 OK 我直接跳欧洲好了 因为大家感觉 因为这样美国跟欧洲 跳过来可能会感觉比较有趣 欧洲就稍微比较 我简单说一下好了 就是大家可能学过一些法律101吧 就是所谓的大陆法系跟英美法系这样子 OK 那如果你现在要我简洁的说 大陆法系跟英美法系 我学了这么 算这么多年吗 对 学那么多年的法律 你问我差别在哪里 差别就是首先的第一步 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 我往回到 就是我如果研究美国的法律呢 一开始一定是先从案例事实跟case出发 那代表的是什么 美国是从一个判例判准的东西 跑到这个法律来 OK 所以他是先有一个行为 然后这个行为违法 然后经由他们所谓的人类的法官 然后把这些意见整理好之后 最后交由国会去修法 然后修出跟这个判决很像的东西 所以像刚刚有点题外话 但是这个就是我刚刚说HBO修法的时候 为什么很调诡的地方 因为通常判例修完之后 丢给国会 国会应该要根据这个判例去做 去做一致或者是相类似的修法 可是结果国会没有做 对 这个是美国政治一个很奇怪的点 OK 那这个是英美法系 就是从所谓的判例 到修法的状态 那在大陆法系就是会不太一样 大陆法系它是直接它会根据 现在现有的状态 然后直接立定一个法律 然后之后的案子就是根据这个法律去做解释 所以大概是英美法系跟大陆法系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 就是大陆法系它的分析方法 它一定是分析方法 一定是先从法条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directive 就是这种指示命令 欧盟的所谓的指示命令去做解释 去做解释之后 然后再去看后续的判例 针对这个 比方说大家现在萤幕看到article 3 去做解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解释方法 是扩张解释呢 还是线缩解释呢 那怎么样去解释这样子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大家 如果不是法学院的话 就是就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之前我在台湾之前就是这么学的 OK就是老师一定要先讲这些东西 然后之后再用所谓的hypothetical case 就是所谓的一些什么甲乙丁甲乙丁丁一大堆 然后去模拟操作这个法条 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OK所以现在呢也是一样 因为欧陆也是类似 跟台湾一样也是大陆法系的 所以从他的法条去看 就是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法条 那大家如果都不是学法律的 看一看就好 那其中你只要知道有一个 有一个条他就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欧盟会员国 就是他一定要提供这个 著作权人有这个所谓的公开传输的权利 我已经用出题字 公开传输的权利就是 跟美国很接近啊 美国是public performance 那欧盟是所谓的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of their words OK所以 大陆法系好操作 有人说大陆法系好操作点就在这里 就是呢 后续的案子都围绕在这个 这几个字 1 2 3 4 5 6 7 这七个字 就是所谓的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of their words 就是围绕在这七个字的解释上面 所以等一下 下一个案子就会去解释说 什么叫做communication 什么叫做public 所以这个是核心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这个案子 就是ITV跟TV catch up 就是算是最近 不能算最近 这几年来 这几年来比较重要 关于这个条文解释的案子 OK 那ITV catch up就长这样子 那TV catch up 它的其实 它的经营模式跟Ariel很接近 只差别在哪 差别在TV catch up 它不是 它抓的讯号 只能在 那个大英帝国地区 所以就是只能在英国地区 它欧盟其他的消费者是抓不到的 OK 所以就是TV catch up 它做的事情跟Ariel很像 它也是就是 去抓讯号 然后没给钱 早年啦 现在应该有给了 因为他们后来 应该是有 我看到他们现在都还在经营 没有像Ariel倒掉 Ariel就是死都不给钱 OK 那TV catch up 应该是后来有给了 OK 那当时他12年11年那个时候 他出来的时候没有给钱 不给钱 他就是被告 就是跟那个Ariel很接近 所以对我们学法律来讲 就觉得哇 怎么那么有趣 就是欧洲也发生了 然后美国也发生 就是类似的东西 就是抓 违法抓的讯号不给钱 这样子 OK 然后 那我觉得这边 就是一连串的 针对所谓的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做解释 OK 那这个就是大陆法系 无聊的地方 就是没有像美国这么有趣 他就是在针对这个条文 在做解释 OK 那他解释就是说 第一就是 他的范围是多大 就是这个所谓的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不好意思 我稍微打断一下 对 就是你这边这个 TV catch up 2013年发生了吗 对 那你前面那个Ariel 2000几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2014 2014 对 2014 OK 所以 OK 所以他们在时间上 并没有互相知道 对方的结果会怎么样 不知道不知道 他们两个应该不认识 OK 因为我只想要理清这一点而已 因为这是一个有趣的 对 OK 对吗 谢谢 我 因为如果 如果有一个人已经先试了 然后他就撞墙了 那另外一个人就会知道 我有什么事情要注意啊 可是这两个几乎是平行发生的 对啊 OK 对啊 但是你也可以大坏想 欧盟这件事情已经先发生了 结果美国 但是他们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 他们两个的服务 其实差不多时间出来 可是他们前后差一年 我的感觉 我猜的啦 嗯 这个是判决时间 就是判决啊 什么也要有一年吧 对 可是他们服务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哦 OK 所以他们被告 告一上时间嘛 呵呵 就是上述你要时间 上述至少要一年 这样 所以就是他们前前后后 我是觉得他们时间点是差不多的 就是那个时间点 OK 刚好就出现了 对对对 当然这个 欧盟判得比较快 因为他就是 快这样子 OK 那这个是TV catch up 那 好 谢谢 OK 那大火法系就是很喜欢 去开始做解释啊 那 这个就是 为什么法学院上课很无聊的地方 就是他开始解释说 第一 这个条文到底 就是大家现在之前看到article 3 他到底 他的规范的范围是广还是窄 那recital这个东西就是会出现在他们的所谓的 呃 我们刚刚 我刚刚有提到这个directive directive是一个很重要的欧盟的文件 那recital就是他会出现在这个文件的前面 去 有点像是这个directive的立法 立法的历史 OK 他会去解释说 这个directive应该是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做 我为什么欧盟要通过这个directive 那他的保护范围到哪里 他会在里面做解释这样子 那第一个他其实他就解释说 你这个directive他保护范围是很广的 OK 就是很广 他是要采广义解释这样子 OK 好 那 细部一点讲 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就是大陆法系 很喜欢开始咬文决字做解释 解释 就是我很不喜欢 但没办法 他开始解释了 OK 他开始解释说什么叫communication 一样也是根据很广的定义去解释 所谓communication 就是any such transmission or retransmission 列 retransmission都算 OK 所以用各种 而且他也可以说 你看用线或者是有线或无线的方法都算 OK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广的解释 什么叫communication 有线或无线的传输 或是再传输都算 OK 所以通常判决书或看到这里 这也是判决书的一部分 他把它写在里面 通常判决书看到这里 大概你一定可以知道说 被告他的下场是怎么样 就是书 OK 所以通常如果大陆法序 要预测一个判断到底好或坏 或者他结果是什么 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他如果他对于法律解释 是很宽松的 或是很广的 那你大概被告都 大概十至八九都会挂点 因为你很容易就会踩到线 OK 这个就是很好判断 OK 那对communication 他那边踩到广的解释 我下一秒我就知道说 这TVCashout大概完蛋 那的确他也就真的完蛋了 所以在这里面他就输了 OK 那再来他就解释了 就是大框架之下 就是说他是要 才广义解释 所以公众这件事情 他的解释也是很广的 什么叫公众 他说只要大 这也没有假金属 什么叫A fairly large number of persons 然后他就是你看这个解释 跟没解释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看完就感觉 A fairly large number 对 这个 什么东西关麦克风 对 OK 没关系 就是A fairly large number of persons OK 那他还是一个很广的定义 那竟然都很广 communication很广 然后to the public也很广 那TV Ketchup当然就挂了 OK 所以他这场就输了 OK 那第二个案子我想要提 就是说刚刚我所提到的 因为这个案子很好玩 就是这个是某一个人 叫做John Frederick Wollens 然后他做了一个网站 叫做filmburner.nl OK 那他做了这个网站 我觉得是他卖了 他自己发明一些机器 OK 有点像是类似机上盒 OK 我可以直接简称 他是Setabox的概念 就是机上盒 他在卖机上盒 OK 那他卖机上盒呢 他收钱嘛 OK 你卖机上盒 但是好玩的是他下一步 他左边这边 这边应该是旧的网站 我不确定有没有 是右边还是左边 我有点忘记 就是说 他的那个网站的左边 他有一些地方 他可以给你下载一些套件 我觉得理工人 用理工人的语言 应该比较容易 他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你买了Setabox之后 他可以连上你的电视 或是连上你的电脑 主要是电脑 然后你连上电脑之后 他就可以 你登录在他的网站之后 你就可以下载他的套件 可怕的是这个套件 这个套件跟这个Setabox 一结合之后 消费者就可以免费的 就是你看他自己都讲 大家看到这图片上面 这个上面就有很多这种 足球联盟 如果大家喜欢看足球的话 就是足球联盟 他就是说 如果你去下载这个套件 而且他还强调 这个套件是免费 你下载这个套件 你就可以去免费的看 这些足球比赛 所以他在细部的功能 我就不解释了 细部的功能 其实跟前面 那个 Aggregation Storage 跟Distribution 很明显又是卡在Aggregation这一段 为什么 因为他消费者装上套件之后 他就可以去抓 他就可以越过 因为越过所谓的 这个叫什么越狱吗 就是说越狱功能吧 我觉得应该叫越狱功能 如果错的话指证我 就是说越狱的话 就是说你原来可能在线上付费 是才能看到比赛的 你现在透过这个人 就是这个谁 Woolens Woolens所提供的这个SedaBox 然后下载他的软体之后 你就可以越过这个付费的机制 你就可以直接去看足球赛 他的状态是这样子 OK 那他还好 我记得他讲过一句话 OK 没有 我没有放 他讲过一句话 就很嚣张 就是我直接嘴巴讲 他讲过一句 最嚣张的话 他在网站上面 好像有提到说 就是Netflix他都不是我的对手 为什么 因为你来到我的网站 你都不用付钱 那我觉得这个是最 最over的 他敢直接 呛吓跟Netflix说 我的钱 你的消费者都不用付钱 我就可以享受 跟Netflix一样的服务 不过你这样 此话一出 你当然一定被告 OK 所以他就真的被告 OK 那一样 法官又继续解释了 那这个案子又继续延续 刚刚2013年这个 TV Catch-Up的很广义的解释 因为2016年 OK 他继续沿用 那他的广义解释 一样 communication 他是说什么 只要是任何有 functional purpose let people enjoy copyright works on the internet by clicking hyperlinks OK 所以是说 我今天只要是 这个功能 术语叫hyperlinks 可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 所以如果大家 或有人知道说 hyperlinks的中文叫什么 可以告诉我一下 因为 其实就是刚刚我解释的那套机制 那套机制就是所谓的hyperlinks OK 他就可以直接跳过 这个越狱的东西 直接跳过这个付费机制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看足球赛 然后不用付钱 那他就认为说 我不管你是先付费 然后怎么样 还是说你今天用了一个 功能的性的方法 让大家可以很免费的看 这个东西就是communication even你今天不是streaming service 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他 这个东西 他只是卖机器 然后提供你免费的软体 然后去看这些免费的 然后让你可以去免费的看 足球赛 他跟前面的streaming的结构是 长得不太一样 应该说跟前面Ariel是不太一样 OK 前面Ariel是抓讯号 然后抓讯号的人是谁 抓讯号的人是Ariel Ariel帮你抓 那这里呢 谁帮你抓 就是你自己点了之后 他也 他就是给你套件 然后越过那个东西 那实际上去抓的人是谁 是消费者 就是消费者 他用了安装这个软体之后 然后他实施了这个动作 OK 所以严格说起来是长得不太一样的 OK 那 那这个就是communication 一样他认为说你提供了这个hyperlinks的功能 跟communication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 所以大家如果学到现在就知道 如果在大乌法系呢 就是如果当你知道说你的communication解释是被采用广义解释 OK你大概输的机率大概99% OK 那一样 针对public他怎么说 public他说 只要任何人 只要不是author他本身能够预期到的对象都算 英文就是什么 copy holder did not take into account 也是很广啊 OK 也是很广啊 就是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著作权他没有预期到的人都算 OK 所以那个这个定义是非常广的 所以结合前面communication 加上to the public 一样 woolest 就是挂点 拜拜 所以他还一样 他就是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跟下场跟area有一样 这也不见了 OK 就是最后也就下架了 好 那 简单比较一下 就是说 因为时间也快到了 就是简单比较一下 就是他们有一些 欧洲跟美国 其实他们有一些相似点跟不同点 OK 那 这个是我比较的基础是蛮法律的 OK 所以我觉得 大家如果都不是学法律的 那我就 讲一下相同点就好 相同点就是 他们的结构很类似 OK 那 问题点都是出现在signals 就是capture of signals 本身 OK 那刚刚有人 就发问就是说 storage的问题 我觉得那个storage的问题 是会出现在证据 就是强调一下 就是它会出现在证据的问题 如果storage在国外 我刚刚讲mega upload的案子 就是如果它出现在国外 那你证据就很难收集了 OK 或者是说牵扯到我们法律系 常常讲的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法律承认 或是法律执行的部分 就比方说 好了 你现在台湾 想要去美国找证据 你要透过外交部去做所谓的司法合作 可是美国会 美国有百分之百一定会帮你吗 没有 OK 这跟国力有关 跟政治有关 那美国如果想要来台湾 那个执行 或者说想要找证据 台湾政府会不答应吗 OK 台湾政府一定答应嘛 所以呢 这个是很悲哀的地方 就是人家来我们这边找证据 我们都说OK 我们去别的国家找证据呢 谁知道 人家可以不答应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点 然后我们也可以不答应 就是看我们政府有没有gots OK 然后 然后那个第三点 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他们在transmission跟retransmission 就是所谓communication的解释范围 都很广 所以总而言之 他们相同点 其实是蛮重要的 就是说 对于一个 如果你以后要经营 所谓的streaming service的话 那你要注意的点 就是对于 所谓的著作权人的保护范围 它是非常非常广 OK 那回到一个点 就是今天大家听完这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就懂 OK 不管懂或不懂 最后如果有一个 这个是讲的比较是business的东西 就跟法律没有关 business的东西 应该大家就比较懂 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 线商串流服务的公司 或是类似的公司好了 然后或者是你们要跟他们合作 你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第一就是 我们刚刚整理那么多 只有告诉你一个宗旨 就是 Copyright Holders 它保护范围很广 所以不要轻易的觉得说 我可以利用一些技术方法来避开给媒体商钱 其实这是一个很侥幸的心态 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媒体商他们都有很多的法律顾问 他们会去看这些事情 所以第一你一定要设计好你的business model 你的business model要能够设计出来说 我在我的平台上面够多人在使用 第二就是说 你还能够付得起钱给这些媒体商 这就是为什么 Netflix它是合法 Spotify它是合法 它是真的有给钱 那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给钱 在所谓的使用条款里面 就是Terms of Use 我原来在这边 在Seminar里面 我在Seminar没有 我是在Paper里面 还有去比较不同公司的Terms of Use 我觉得这边太难了 就是网站的使用条款对大家来讲 如果你以后要做这个平台的话 这个是你第一个会面临到的问题 就是你的使用条款到底要怎么写 OK 那使用条款怎么写呢 这牵扯到 这牵扯到 就是我怕 就是说会可能会踩到 踩到一些律师的范围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你可能就要 要在你的使用条款里面 去避开这个责任 是在法律里面 你是可以这么写的 就比方说你可以规定说 消费者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再传输啊 再重置啊 你不可以改做啊 你不可以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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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OK 那这个使用条款里面 其实蛮多都是会根据媒体商给你的要求 就是媒体商给你 你是那个嘛 你是平台经营者 他会给你很多要求 那很多要求 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说 我给你的这个讯号 你不可以外露 或者说不可以再传输 OK 那你这个东西你就要把它写进你的使用条款里面 那写进使用条款里面最大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它可以让你至少 至少 只能在法律上面可能可以避开一些责任 那避开多少责任呢 这个要看具体的个案 像我们刚刚之前所提到的这些公司被告 就是比方说像这个举这个例子乌冷好了 我相信他完全没有写Terms of Use OK 所以呢 他在没有写Terms of Use的情况之下呢 他完全免不了责任 那完全免不了责任的话 那在法律 在法庭上面他要去举证说他是善意的 或者是说他不知道消费者有做这些违法行为 那这些事情都都没有办法举证 OK 所以使用条款在上面就是在平台经营者上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至于要怎么写呢 可能我觉得欢迎私底下来问我 然后我可以给你一些很好玩的饭本 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问我说这个使用条款 他的一些解释 或者说他到底要怎么写 会是对平台经营者有用的 所以呢 今天大概就到这里 因为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一个小时这样子 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这样子 然后或者收看 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是可以私底下来发给我信这样子 然后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谢谢如意 希望大家能 对啊 我跳过很多啦 但是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少少有一些所谓的streaming one or one 那你后面还有比如说10分钟或15分钟可以QA吗 还是私下无论 可以啊 OK 好 那因为我们这边现在有 我看一下 因为有人用那个聊天的那个对话框有两个问题 可是同一个人问的 所以我想说先问一个 然后再让看有没有别人要发问 然后我们再来问第二个问题 这样好不好 好 那第一个问题是这样 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也想问 所以我把它的第二个问题当成第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他说那如果今天这个storage它是一个分散式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制服器放在挪威一个制服器放在瑞典一个制服器放在德国 其实我现在讲的就是Pirabay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 那关于这样 它会有蛮多个问题吧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要从什么国家的法律去考虑它 第二个是有没有办法在一个跨国的状态下去制裁它 或者是说这个东西本身这样也还有办法吗 还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谁啊 或是你怎么定义谁是办法的 类似这样 分散式主题 我想补充一下这问题是我问的 就是我刚刚在想的时候 有几种可能 一个可能是说 我其实同样的东西 比如说我拿了一部影片 一部电影 然后我存在好几个不同的国家 嗯 有些地方可能会违法 有些地方可能不可能 这个会是比较简单的case 可是如果今天我拿了一部电影 然后我把这部电影呢 因为它是数位的嘛 它是一个档案 所以我可以把那个档案拆成好几块 每一块存在不同的国家 所以每一个单独的国家 其实都没有达到违法的事实 因为它们不可能 那不是一部影片啊 它必须要被组合 那这种 那到底是谁谁在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告诉了我一个可以写paper的东西也太棒了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线上 线上串流服务 规避责任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讲出来了 哎 哈啰 我有在听 我有在 我只把麦克风关掉 我有在听 对对对 就是其实这个是很聪明的方法 就是所谓上游政策下游 下游 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我觉得这个是很明显的例子 因为之前都被抓光光了 所以呢 现在的状态就是变成 变成就是你刚刚说的 就是我把一个电影 然后剪成很多个片段 然后分散在不同国家里面 但是 对 如果你问我 这个事情在各个国家有没有违法 没有 OK 我所谓没有是说 因为这个问 有没有违法 我觉得这先扯到 另外一个其他很多的问题 这个 我所谓其他的问题 就包含合理使用 还有你使用的片段 OK 因为这个就 可能就要再讲一个下一个talk 所以呢 就是所谓的影片 或者是内容的使用 由你们大家可能听过了 就是这个朗朗上口的 所谓的合理使用 Fair Use OK 那这个东西就要看你实际上 每个国家的 你说我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要分散到100个国家 有的国家搞不好会认定 这个片段是违法的 所以因为你算是重制嘛 因为那个片段也算是一个 Copy 也是一个reproduction 可是那个问题就不是在 streaming的问题上面 它就会回归到 回归到 你Copy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合法 或违法 这样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有吗 有有有 我有 我有 对对 就是如果是你刚刚的那状况 就不是 问题就不会在streaming本身了 就是问题就会变成说 各个国家对于Copy这件事情 因为你毕竟还是Copy Copy一个片段 然后你只把它分散在不同地方 那 那 它就会变成是 你Copy这个的问题 是不是在这个国家算是合法 或者是违法Copy 我觉得会变成这样 但是我觉得好玩的 就是你刚刚说的 就是 就是现在那个 现在我所知道的 大部分这种串流服务 他们所规避责任的方法之一 可是他们规避的责任 是在这个streaming上面 那那个Copy的问题 只是那些媒体商 或是电影制造商 他们不查而已 或是懶得查 还有第二个问题吗 他还有 但是在 他问第二个问题之前 我想问一下说 那有没有别人也有问题了 我们大家就只有问这样子 现在到底有几个 好 我不知道 现在有五个吧 哦 对 好 还有人有问题吗 好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有一个问题 我的问题其实蛮 很单纯的 就是 我们都知道说 如果今天有人要发表一个paper 然后他发表 然后我认为里面有东西 是其实我已经做出来的 但是他没有cite我的paper 我可以来 我可以寄信到那个journal 或是寄信给那个作者 跟他讲他要 看物或是更正 就是说把citation加上去 可是至少在 我不知道别的feel 但至少在物理和很多自然科学里面 你如果寄信去跟作者讲说 你要cite我的paper 这个不算citation 因为那是你自己去要来的 可是根据智慧财产权权 或是更广义的发表的媒体 即使他是非常没有人在看的东西 这个不是也应该要算吗 因为那真的是我做出来的 算啊 我觉得是算啊 只是 怎么说啊 就是我觉得在学术讨论里面 它是另外一个范畴 就是跟其他朋友讲 就是不一定你们有问题 就是你们如果有问题 可以问我general的IP的问题也可以 就是 因为有时间的话 你们可以问这样 然后 你们可以问我general的IP问题 不一定要锁在这个streaming OK好 然后回答那个你的问题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在IP里面 有一个东西很 大家可能不太能够理解 或者说大家比较能够会误解的 就是说在著作权法里面 它只保护所谓的expression 那这个什么叫expression 就是 这个expression 它一定是这个表达 一定是要有一些些 自己的创意成分在里面 那倒过来想 就是说那请问 facts 可不可以 就是facts 就是事实这件事情 有没有copyright 没有哦 没有哦 就是所谓的facts 就是比方说那种自然现象啊什么的 不是你研究出来的一些 不是研究出来 就是你可能发现到的一些东西 那可能是他可能是没有办法copyright OK 所以你刚刚说那个citation 我自己在想 会不会是它是属于facts的一种 所以出版商才会不太理你 因为这个类似的问题有人问我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在影像实验室好了 然后影像实验室里面拍摄出来的一些照片 OK 拍出来的照片的东西 那其他人到底能不能copy 我个人是觉得 所以你的 我说影像实验室 这个意思比较像是说 比如说我观察到一个自然现象 这件事情是我的IP还是是自然的 对 或者是说 你不是发现 因为IP它在 尤其是我讲清确点就是copyright copyright它在保护的东西是大家比较难 有些时候难以想象 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保护呢 OK 我举个例子好了 像这些很多的那种talk show 如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talk show talk show里面它会常常会讲 或是剪辑那个新闻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OK 那剪辑里面新闻里面的东西 那如果他们 请问 你猜猜看他们剪这些新闻 有没有经过授权 其实不一定哦 其实没有哦 为什么 因为这些新闻剪辑的东西 他们剪的东西可能是那个画面 不是说新闻本身是剪那个画面 就是说那个受访者讲的事情什么画面 一大堆 因为他们那个是新闻 新闻也是属于事实的一种 这是fact的一种 所以他没有著作权的保护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剪裁新闻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比较难以 匪夷所思的地方 就是说为什么新闻可以这样子随便乱剪 那这个就回归到另外一个事情了 就是狂新闻 就大家如果问我说 所以 我非常想要问这个 你说狂新闻到底有没有呢 你就用我的那个逻辑就想就知道 狂新闻他剪的东西是什么 新闻 对不对 那新闻它算它是属于事实的一种 那只不过 所以他为什么会合法 没有人敢告他 但是除了说他后台听说很硬之外 不管他政治力有多强 但事实上 他在法律上其实也是站得住脚的 为什么 因为他剪裁的东西是事实 就是新闻 那新闻的这个东西是 不会受著作权的保护 所以大家这个可能可以 这算是什么 Cop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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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Copy one 但是这个one one很难啦 就是 对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就是说 著作权只保护Expression OK 那Expression它里面 有很多种不同的Expression 但是 Expression里面又不是说所有东西都保护 因为你这个Expression假设它是本身是Facts 或者是本身是Idea 什么叫Idea 就是说 呃 这个 可能之后再说吧 就是如果有机会我还可以再讲的话 就是 Idea也不会受保护 OK 甚至有一些我可以说是你的电脑软体 一些所谓的object code object code会啦 应该说一些functional的部分 组合起来 如果是functional的部分 它也不会受Copy right保护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 我只是讲就是类似oneone的东西 OK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是 我有个问题哦 那为什么在不能随便在网路上面抓照片 还有一些纪录片 你要一定要得到那个所有人的许可你才可以使用 不然你会被告 比如说你在网你 你写一本书里面你需要一些图片 还有你在做presentation 你要抓一些那种documentary 然后做presentation 你要得到那个owner的这个approval 那有什么不一样 对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踩在一个边缘里啦 OK 因为这些owner他多半 多半 我是说多半 但不一定全部 多半都有他的一个选材 OK 那这个东西就回归到我们 我刚刚讲的所谓的facts 跟所谓的 我们时常在 在课堂上常常会讨论这两件事情 然后讨论了很久 就是所谓的facts 跟complicational facts OK 我不想误导大家啦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事实本身它不受COBY保护 可是一堆事实组合在一起 它可能就会被保护了 可能啦 我说可能 OK 所以所谓一堆事实组合在一起 它长得像什么 它长得像 database OK 那你刚刚说照片这个东西 因为照片这个东西在照相机发明之后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他就说照片照相机拥有者 就等于是他有创造这个 创造这个像片的能力 然后创造这个像片的人呢 他就是拥有著作权 OK 那所谓拥有著作权就是说 他的理由是因为照相机本人 他可能会放入自己的 对于某一件事情的选择 或者是某一件事情的选择 因为我今天要照相照比方说照 对某一件事情是比方说角度 光线或者是 你们照相 大家照相会关注什么 可能角度啊或者pose 这些东西 构图对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在照相机里面 照相机的那个人的脑子里 所以他认为说这件事情是值得被保护的 但是这个有时候很难区分 就是说 所以法律有趣的地方就在这 因为没有正确答案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给我一些不同的事实 可能我可能就要改变一下我的想法 对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 对然后你说Documentary一样 他的原理也是跟刚刚照相机的原理是一样 因为一个是照相机一个是摄影机而已 所以因为照相机就是摄影机出来之前 对啊是照相机 对啊 摄影机他摄影机在拍摄的时候过程他就是一连串的照相 所以也是有选材的部分 但是这个其实我要强调的是说这个不是绝对哦 就是说 真的要具体去看 到底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对 因为像新闻这件事情已经是确定不可能 可是你可以说 可是新闻媒体他也有他自己的选材啊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很难讲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那个狂新闻他为什么合法 所以就是因为他去剪了新闻 所以新闻他是被归类为事实类的部分 Facts 就是Facts的部分那他就不会被保护了 那那种剪电影呢 比如说像什么古阿末那种介绍 几八分钟 电影大概就没办法了 因为电影它不是事实啊 它是一个创作 对啊 对啊 所以你那样叫做非法还是合法 非法当然非法 他现在在台湾炒的问题不是说这个剪辑的问题 而是有人有律师去帮忙他抗辩 就是说他这个东西 因为他加了自己的元素加了很多 因为在法律上有一种归类 这个归类很诡异啦 就是合体使用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分类 就是所谓的parody ok所谓的嘲讽的创作 那这个嘲讽创作是在我的理解 就是说白话文解释就是说我今天把一个东西拿 拿过来二次创作的程度 这个创意程度是很高很高很高的 一定要很高不是一般的高要很高很高 所以很高就是说我今天看到你这个嘲讽的创作之后 第一我可能联想到原来的创作 就是会类似给他一点 credit 就是会联想到这个创作 第二是我认为你这个创作的这个创意程度是很高 甚至高于原来的那个东西 就是我不知道这样讲 虽然有点抽象啦 但是因为我不敢讲太深 所以大概是这个概念 那合理使用它这个时候就会保护 所以大家觉得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 我觉得大家这个是值得辩论的 这种法律就是这样嘛 就是没有所谓一定的答案 就是谷娃摩到底算不算有到所谓的parody 我觉得是可以值得辩论的 有的人说可以有的人说不行 然后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是有点 我觉得是不太行啦 我觉得是不太行 对啊对啊对啊 那可能帮他打诉讼的律师 还是我朋友的事务所 那他一定说可以啊 所以就是很难讲 这种事情就是要继续施变的啦 就是这样子 我再问一个 就是跟今天的主题不是有 没有关系 可是跟那个copyright有关系的问题好不好 可以 就关于现在那个网路上面 有很多直播的服务 对 然后或者是说参加conference的时候 我们也可能会弄个直播 就是播那个限制panel讲话 那个如果我们想要做那样东西 就是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演讲 可以更被更广泛的观众看 可是我们又不想要触犯到copyright 或是privacy 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去尝试的 这个东西好像 基本上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所有的讲者 他们来之前都要签合约 OK 这个也是我会做的 就是说所谓签合约就是把他们的 在合约里面 你可能要写清楚 就是说他们里面演讲的内容 最后会归属于 归属于这个会议本身 然后会议方本身 它可以运用这个影片 所以你可能要写清楚 等它签合约签下去之后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那前提是要有这个动作 OK 所以主持人 OK 所以主持人他今天有问我 所以OK 因为我已经口头答应了 OK 好 对 你说你说 你说你说 没有你说没关系 我本来以为你讲完了 对我讲完了 你回答完了吗 OK 好 因为我们现在快要 我这边是四点半 反正应该是五点半 或六点半 或七点半 OK 好 那不管怎么样 今天大概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私下还有兴趣 可以再联络如意 那我们再次谢谢他 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那就这样咯 大家拜拜 拜拜